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湖北的武汉 今天我们要看一处名人故居 就是当时水中山的夫人宋庆龄所居住的地方 在长江一样有一个俄式的三层小楼 非常漂亮 这里就是当时宋庆龄女士在这里居住 在1927年的时候 宋庆龄女士就是在这里居住 现在墙上都是做了她的一些介绍 这里也是做成了一些展厅 现在我们开始走楼梯到二楼去看一看 进来之后就是她的一个塑像 她这个房间内部空间还挺大的 现在是在每个房间 它上面都是做了一些资料的展厅 这些是当时一些资料展示 这是当时使用的相机 这是亲友赠送的白英勤 我们墙上看到这个照片 就是宋庆龄当时在这栋别墅的一个照片 它这里有个门可以通向外面的外廊 这个阳台 坐在这里就可以看到长江 它这个房子采光的非常好 它都是为俄氏建筑 这个建筑整体也是非常漂亮 是有一百多年历史 在1927年它这里属于国民政府 所以当时宋庆龄就是住在这里 这里就是对她当时生活场景的一个复原 这里是一个客厅 那里有一个壁楼 在上面所悬挂的照片就是 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女士 孙中山在当时是国父 所以宋庆龄也就是国母 在民国中宋家也是一个大家族 这宋家她是有三姐妹 宋庆龄是嫁给了孙中山先生 宋爱玲是嫁给了孔家的后人孔祥希 宋美玲就是嫁给了蒋介石先生 她这里是一个卧室 当时宋庆龄就是居住在这里 在墙上也是有她的一个照片 这是一栋俄式建筑 当时俄国在这里建的也是非常的豪华 内部空间很大 外表也是非常漂亮 这里除了对她生活的房间的一些复原 大多数就是做成了一个展厅 将宋庆龄的一生在这里展现出来 特别是她对社会这些贡献 这一面墙是一个资料墙 是宋庆龄的大四年本 从她的出生记录了很多 关于她一生的事 大家对宋庆龄女士了解呢 可能只是仅限于她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 是国母 其实呢她也是投身革命 她的一生也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在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呢 她也是秉称孙中山先生的遗志 对这个社会 对整个的一个革命 也付出了自己很大一个贡献 这里呢就是她家族的一些介绍 这是她的父亲宋耀如 这宋家呢可以说 也是当时民国第一家族 这是她三姐妹 宋爱玲 宋庆龄 宋美玲 就是中国著名的三姐妹 这些珍藏的印章呢 都是宋庆龄的印章 这是宋庆龄女士 当时她所穿的燕旗袍 虽然呢是一件富士比 但是样式就是这样 她这间房间呢是做成了一个讲堂 她整个的房间是非常大 现在是没开放的地区呢 还是很多 这上面呢有悬挂照片 就是当时和毛主席还有周总理 这是和孙中山先生他们年轻时的照片 这里资料所展示的就是宋庆龄与武汉 这个呢就是武昌奇异 也就是恶军都督府 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豪宅别墅 也就是在1927年 宋庆龄女士在这里居住的一处建筑 她这上面呢还是有房间 只不过呢是现在没有开放 是这个办公的地方 现在我们走到门口之后呢 她这里有这个宋庆龄1927年 在这个本楼一个照片 她这里呢也是在这个武汉的租借区 非常漂亮一栋楼 因为最早呢她就是为这个俄国的一个租借 俄国人在这里建了一处建筑 在以前呢她这里也是一家银行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 宋庆龄女士的旧居 一处俄国的建筑 是在这一部建筑 它就在这个建筑 就在这个建筑 谢谢大家